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特備節目 瑞銀的第四季古倫症投資策略,今天是第四季好日子 好日子,我也想到今天來做節目真厲害 好日子,夾了一千點多久沒有試過 很久,一隻一口來很久 你之前彈回一百點也很難 你也對,有道理 夾四五百多點都沒有人敢賣,成交很小 只是這樣沽下去 不是上個禮拜,假期之前很多家庭觀眾問 3690可以嗎?平保可以嗎? 一手淡倉,今天被人夾死了 有這樣說的,放假之前有些朋友問 還有沒有淡倉,我都說不要 絕對淡倉,一定要收小錢 不過我另外有一個感覺 就是如果他們買淡倉,可能有些貨窄住了 迫著可能不沽得,少少對沖 可能封一封禮士仔給自己 變成今天就算你說,潘魯同情可能收了少少少少 其實理論上,倉位就英俊很多 是的,如果你有可能 如果你有可能 是的 但今天,我們剛才都說 究竟是,今天升得我覺得是比預期多 是見底還是死貓彈呢? 問一下Stanley 我不覺得,應該這麼說 你說見底再忙 但是,你說這一下是不是死貓彈呢? 我只是覺得,這一下彈有少許 它預料會發生的 只不過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說真的,市場跌得這麼兇狠之前的時間 第一,那都叫超賣 第二,就是說,因為你沒有想過 美股過去這兩天的時間跌得這麼厲害 這一下,你可以說是 因為大家都真的猜不到 你想一下,大家原先還擔心 例如,過美金上升,加息那樣 你怎麼可能突然間市場 現在又說,下年原來減息 這一下逆轉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真的 都沒有什麼預計過 甚至乎,我可以說 第一天,當你的市場夾上去那一刻 當然我們會放假 但是,我看回一些原因 因為,因為安息的數字差 大家又會覺得,好像 真的有機會可能會下年減息 我都完全覺得,是傻的 現在還說減息這件事 就好像有這麼小事 但是,你又想不到 到昨晚的時間 真的還在炒這件事 而且,因為出爲那個 那個叫作為空缺 就多過預期 大家覺得,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你問我的話 我還是覺得市場 覺得減息這件事 是一雙成員的 我不相信這個情況 所以,你問美股那邊 反而,你這麼說 美股能不能夠延續這一下 叫做反彈呢 今晚有看ADP 星期五,看來會浪犯 但是,因為 我想星期五的數字 都幾尷尬 因為,出來的解釋 真的要差一個預期 有機會令市場更加的憧憬 真的會有機會減了 可能有機會再夾 但是,相反 如果真是好好的 或者好的其實很多 大家的情緒一旦 又叫做落空了 那一刻,可能煞下去 又會很厲害 所以,其實今個星期五 反而,我會覺得 你看到哪一邊 但是,都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 Vinny,今天那些人的取態又是怎樣 那些人是夾上 買一些淡仓 買指數紅 還是,還是繼續駁他 駁他多幾下 起碼駁他回來前 再夾幾天 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剛才開咪前 我們聊過一段時間 就是覺得 這次會不會是一個紅鑽牛 當然大家各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的確除了美國方面 其實英國他們 即是收回 收回那一刻都很重要 那一刻都很重要 那一刻真的很重要 你想想 匯豐其實雖然不是以前最重磅 但是,都是重磅的因素 之前上個星期不斷堆 都是因為他堆的心 是 其實,如果這件事是解決了 當是叫做kind of settle 匯豐相對硬 我想市會會好些 第一,第一點 第二就是 剛才你問了 今天那些人買升 還是買跌 其實很傳統 一定是跌 那時候 都沒有什麼原因去買升 應該就是買跌 但是,買跌很可愛 因為大家可能想想 那些科技股 加上H7hk 8% 10% 是不是應該買美團 騰訊投資 是有的,的確有 美團會多些 騰訊 你少些 可能大家會不會 我不知道 心態有沒有覺得 現在淡了這麼多 都不是很多 比它本身 其實是沒錯 對的 第二就是 反而大家淡倉的資源 放了很多去紅證 對 紅證 例如我看到今天 很快 原來有些出產的紅證 可能已經賣光了 以前多些見 近來少些見 為什麼我會說 今天是比較特別 是因為 上兩個星期 可能大家都會感覺到 問一下大家 你有沒有心機看股票機 沒有啊 沒有開過帳戶 大家都說 不想看 不想看 那些人都說 我家也是 不想看 他們說 這個心態 我們叫論場都有 意思就是 無論 例如騰訊美團 你很 popular 的名字 跌多少都好 是有資金流 但是不像是這麼強勁 如果以前是跌這個percentage 可能就有很多資金看了 上兩個星期就靜一點 始終過去這麼多年 大家牛轉紅 紅轉牛 大家經驗都看到了 就是 當大家連股票都不想看 可能就是 就不知view數有沒有跌到 假設這些東西都跌了 然後又不買東西了 其實就差不多 可能的 sentiment 就有底 不過只是經濟環境 能不能支持它 由紅轉牛 但今天有少許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未到那一刻 因為大家對證股都還沒有信心 就是說可能 你不知道會不會彈多一點 才再對呢 但是反省賣紅證 恆子的就很多了 如果你說反省賣紅證 這一下 或者是 我覺得一些投資者都 可能經歷過之前的時間 你的市場好像有些彈產市 是彈產市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只不過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要當假設 假設是星期五 星期五的關鍵的話 這一兩天 你當作 再是 就是當這一天 就是當物業期 這樣計算 都算有得彈的時刻 其實你 我反而去轉 如果你要駁個市場 還有一升的話 你應該 應該是要再什麼 應該是很錯的 開call 策略上應該怎樣 一定是玩短線的 現在有市場這麼難炒 你又不知道它是堅聲 還是怎樣 如果我們真的用衍生工具做部署 尤其是做指數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說 過股你真的不知道選什麼的時候 就玩指數 指數那個短線 是應該怎樣做部署 牛熊 還是卵會好些 卵又怕它漲窩長得很厲害 是的 其實理論上 通常有少少反彈 一些不明朗因素消除 那些人心不不都是有些回落的 但是今天又後話了 因為指數真的升很多 而且整個環境是一個很大的 momentum 所以令到它有機會 引心波波都會升少少 所以今天也不可以說引心波波是全 但是要這樣說 特別是今天 那些POOT一定是貴了 那些POOT一定是貴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你說 我買一隻POOT 其實有時候 如果市場是大吉利是大隊 買POOT有好處 因為POOT一定會升 但是call的好處就不太厲害 頂上是輸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有時候買牛熊 不是一件壞事 特別是投資者 因為我最近都聽到很多 就是 我要選到最近 我說你夠不夠這麼近 說兩三千 拼一拼 拼完都不入空 大家已經是用這個策略 大家取態了 但我覺得 其實有時候 衛免 可能你晚上又要看美股點 又夜長夢多 其實即使都有食物空間 好像今天 如果你說早上 覺得市場適合風適位 你六百多點的時候 你不是摸到最低 你當八百點 你都要兩百點吃 兩百點吃 兩百三百點吃 我很同意這一陣 尤其是如果你解釋過市 這麼大波幅的話 就食蕩三番 有幾好這些事 話說回來 我覺得真的 尤其是你現在 面對情況下 你都不知道會怎樣 我剛剛提到的 不知道多久 對 你明天不知道 開哪個飯的時間 反而這一刻 那些短線的食物 近一點也不重要 即是熬的近一點也不重要 你現在已經吃過槓桿 這一下也是 我總覺得你這一回合 短炒更好 真是的 如果是這樣 又要再問 大家之前去駁 駁市 或者有些進障 反彈的事 還是駁科紙 納紙那些 但這一層 我們應該玩行紙 還是科紙 你覺得 這一層 嗯 刺激的 應該是科紙 但是問題是 科紙今天很瘋 是的 瘋了 你覺得紙吐星百分之八 其實都有點誇張 但如果說之後再追 你之後再追 你又沒有理由買一些星星那麼多 那不是 真的真的很難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市場 這回合 當我們剛才說 當現在是紅轉牛 其實你現在買 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覺得之後 那一層要吃得厲害 反而就是 你看看現在 你覺得市場這一下 就是要轉角 如果你要轉角的話 其實你沒有所謂 你只不過就是 那件事 可能現在是值10元 現在由1元打到2元 但是 水位就很多 只不過就是 現在原來是欽利 2元之後 下去過半 1元的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不妨先看這回合的時間 因為 如果市場確認是OK的話 也不怕追 只不過這一下 就真的有些很令人 就是 怎麼說 我剛才說 我覺得美股 是有條件 先 可能現在 央大人出來之後 跌落金的 接著打落勁的 我覺得它可能可以 彈到很快 但是關於港股度不同 那個社會會差一點 所以如果 以這個情況去看的話 科子是有機會 可能跌落之後 可能會彈到很快 就是科技股 跌落之後可能會彈到很快 但是你說恆子 有些 叫做一些 有沒有一些 力水再上 甚至乎比較的話 有些 定科技好過恆子 所以如果反彈的話 我覺得科技可能會再直播一些 美股卵又多不多人玩 如果我們剛才也說了 美股的狀況 美股卵又多不多人玩 去查期貨 我之前說美股卵 我很同意Stanley所說 因為你剛才問 科技升那麼多 我們還追 大家看一看 科技最厲害的幾隻 你騰訊還未去300元 還有一段時間 我今天才說 什麼時候去285元 原來還未到 所以你就要想 就算今天科技彈那麼多 其實意思就是 它真的跌了很多 可能跌了那麼多 它百合身子 都比較不了 所以為什麼就說 如果你真是博 科技多人刺激 你說不是 我想說一些coverage 例如我包含銀行股 包含1299 或者比亞迪 其實當然是一些車股 例如你說 希望整個板塊去看 恆指的時候 都叫多人看 當然想回應你的問題 就是美股 多不多資金看 其實本身整年來說 都非常活躍 直至上兩個星期 開始卵和牛紅都少了人看 為什麼呢 我就是覺得連大家這麼喜歡的美股 大家都已經 都很心死 對嗎 我當然是因為殺下去太厲害了 還有好像有些無定向 都不知道怎麼走 第一你本身的call已經很階外 你的put 都還可以看 那些人一向都是put 那些人一向都是put 那有些 我想之前吃了會又怎樣 或者是你其實吃會空間有的 可能都未必要拆下去 其實剩了一輪的 我就覺得過幾星期 我就感覺到 除了看資金流之餘 我都會看看即使 大家有沒有排隊 炒即使 因為有時問題是 你那隻可能 你overnight的資金流不多 但你即使很多人上落 上落炒 因為它跟E-mini futures 是有動的 所以其實我連這個即使的 散戶走過去都不見到有 即是很少 但今天開始多一點 看看put 當然看看之後的走勢 因為intraday 都見了一些美股指數的論 其實都正在反映 E-mini futures跌著 我覺得有個好處 就是 例如假設你看到 好像今天的個案 當然現在已經過了 不是training hours 但你看到昨晚前晚這麼厲害 我駁它一個回落 其實有看到今天 即使都有食物空間 甚至可能覺得 I-gun approaching 去3點到4點 你覺得 好像E-mini futures 還是走得比較弱 會不會今晚再多些 而令到明天有更大的食物空間 反而是可以做這類的部署 我覺得 其實香港現在有這類產品 都比大家有更多的選擇 怎麼玩呢 還有你們的網站 都有一個專門玩美股論的一個頁 又給大家看看 還有應該怎樣找呢 應該我們 好 那我們去看看 這是我們UPS的Wallens網站 我們有個很大的Banner 可以看到的 另外Drop down menu 這裏都會有一個位置 它就是一個象徵的Banner 即我們的貓頭鷹飛到美國 然後就會有一些相關資產的表現 當然會延遲15分鐘 但第一點我覺得挺好的 這個就是 我們會寫之前 香港交易日時段 4點鐘比較 因為為什麼要跟4點鐘呢 因為它基本上 它的維護時間 E-mini futures 不是太長 基本上你當它全的 假設這樣動 我們Wallens銀行證 其實收4點 然後就沒有價 你4點鐘 如果到之後 後動很多的時候 那你究竟怎樣看 跟不跟 反而我們就會exactly 比較近日4點的價格 也都會顯示到 昨日4點在哪個位置 升跌多少 所以便可以知道 net的話 即正升跌是多少 從而看看跟不跟 當然下面有些選擇 我個人覺得 現在玩3月 感覺上有點軟 12月其實是短的 因為是3、6、9、12 如果你這樣玩 我就覺得短線可以找12月 但如果你過多 可能你開一個星期左右 我就覺得選3月 這個小小的貼士 這裏也有些 是講和行科 和行指 納指導指的表現 你可以選12個月 可以看哪些 例如 Outperform 做得好些 一些是Underperform 從而去做部署 只要有簡介這些 可以看一下 但我覺得重要的是 就是教室 是 因為講很多方法 講怎樣去計算公式 怎樣去講一些杠桿 以及怎樣跟 還有一些風險等等 這些我都覺得可以參考 這個項目 我覺得值得上去看看 特別特別真的是這個位置 Stanley 你覺得現在 玩美股 應該是 看好還是看好 定案還是試 應該是說 第四季還有些什麼 大家需要留意 什麼地緣政治風險 俄烏 北韓又無緣無故 弄個導彈去日本 剛剛好像說 北韓有機會 去第七輪核試 好像有一段新聞 對 有很多這些 第四季我們有些什麼 要留意 還有我們如果真的 玩美股的指數 在香港的街市段 你覺得應該 那個策略上 應該怎樣做 如果 以回當時 這樣計算 我覺得 如果要玩的話 我覺得 是應該賣 紅城 或者賣 普倫 即是美股那邊 剛剛 對 為什麼呢 先說回 剛剛那個 加息那樣 我剛剛都說 都說了 我的觀點就是 我不覺得 因為 美國那邊 會因為這一段時間 或者連續那方面 會因為 而有機會 下年會減息 我真的想舉手 這麼多年 兩孫真是這麼多年 是啊 你出來走 都要還 要還 而且我真的不覺得 現在要迫切到 因為 說真的 如果你要看到 下年的時間 要去到什麼減息 那些事情 還有大把時間 你怎麼可以這麼快 判斷會這樣做 其實不會一兩個數據 就會立即令你 有些改變 當然是因為市場餓了很久 餓這些好消息很久 沒有啊 所以第一一個出來 就很開心 所以你想一下 其實這些 說全什麼 比如說明年減息的事情 不是第一次的 是 是第二次的 上次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你說那些數據的話 上次的情況 應該被今次的價值差 但是上次 你都看到聯署局的反應 都快要明白了 通脹是高的時間 你都不能談 第二就是 其實現在 可能拿開始少說 就是說 其實現在 對於美國來說 強美這件事 就是國際價值這件事 它好還是它沒有 一定有好事 因為本身可以靠自己的內需 就是靠我們消費 而且你本身那樣強的話 你進口的東西便宜 所以對它來說 是完全沒有什麼所謂 而且 不要忘記 現在的東西出口 例如什麼呢 糧食 加油 加煤炭 這些全部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你也要賺錢 你也要賺錢 那它有什麼所謂 所以你說如果以當前來講的話 強美言對它來說 百倍沒有利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假作 再看歐洲方面 很不行了 那歐洲不行的時間 那錢會去哪裡呢 就去美國 所以你想一下整件事 美國那邊 其實現在你這樣看下去的話 經濟狀況 你火燒路不會太差 第一 第二就是 為什麼我會覺得 美國會有機會賺錢呢 就是說其實有一件事 很快會出第三季業績 第三季業績一定不會好 你說過匯嘛 因為美匯 因為美匯 太強 因為其實標S&P裡面 如果你以一些公司來計算的話 四成幾的收入是內置各地市場 如果你以S&P500裡面的公司來計算的話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你想一下第三季 其實那個匯率多波動之餘 你願多強 有些公司會出現匯率的損失 其實之前你見 好像Microsoft那一集 第二季的時間已經出聲了 都說 這個現時 暗定的嘛 暗定的 但是不過沒有遇過這麼厲害 所以第三季 你預算了 那些公司業績應該都很難看 所以美股其實這一回合 其實它這一次彈這一刻 都很預期中快 但是出了出業績的時間 應該有機會就真的會對回去 所以這一回合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看淡的 就是美股是看淡的 但是只不過 剛剛提到的了 跌下去之後 因為始終就是說 很多的 叫一些不利的東西 可能反映出來之後 你的經濟狀況 你不是差 因為你看到那些數據還會很厲害 還會很厲害的時間 你會試不試現在打起來 還有你剛才不是說過 通常紅串牛那一刻 就是靜得大家沒了心機 其實還有大家都在憧憬 因為最慘的是 不知不覺去到三月的低 然後再不知不覺下去 是因為它沒有一刻很鎮定的跌 變成它連一個值得的技術反彈的機會都沒有 是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大家在憧憬 就是會不會是 例如假設第三季業績 大家都知道不好 例如美國那邊 例如先對一陣 一個是深的 然後才叫做 只會cover 然後就回到牛市 沒錯 現在大家在憧憬這個 反而我覺得第四季 可能過了第三季業績期 其實真的可以想想 因為第三季之後 我會覺得第三季之後 那些預期會差 都會很差 但是這樣會很差 所以變相之下 才會覺得 有少許驚喜 好像你發現 第三季完了之後 大家覺得第四季一定會很差 但你可能打後來的時間 出來 原來又差 機數又低 而且慢慢又開始 大家已經全個環球都是強美元 不是突然突然強 沒錯 所以這些東西 到時發行之後 真的可能來過比較大的轉機 但這一刻 可能這一回合的時間 如果你說真的到部署上 真的可能你說 做淡侵略會比較好 我之前還沒說 一去到萬六點這個範圍 就是萬六點這個範圍 就五百點買東西 可以的 是不是還有機會 給我們回到萬六千八 一萬六千九 其實當你一個市 可以一天走一千點的時間 其實你萬八下去 萬七也不一定是很久的事 大家今天沒有買東西 或者今天想看定些 就是擔心會不會 還是它繼續會再follow through 繼續向上走 就是駁去右上也挺滾 我也是那個 你當這一兩天的時間 當一個叫做好像 不如其多這些兩天 就是當你的市場 可能再彈一下 北水回來就另一個天地 那一定是 還有你想想北水回來的時間 不要忘記 回來又差不多二十大了 是啊 我只是想問問 大家是等的 二十大究竟是 是不是一個契機 又給港股 現在因為大家有憧憬通關 零加零 大陸那裏又好像開放一些 現在 你真的不要太大期望 這些東西先看定些 還有 這個我很大期望 你看看今天李寧那些 大家就是 就是炒這個內需憧憬 還有近來那些賭鼓 為什麼這麼硬正 就是這個原因 是啊 它是硬正 但是它們不會怎麼 大陸那些位 插得多會停 是啊 但是 不是 不是等那一刻 就是 想看它會不會真的改變一些政策 但是因為 老實地說 當大家在這麼高的預期之下 其實它改就OK 但是如果不改就那一件事 是的 大家都有期望 是的 如果越漏越長 都沒有發生事情的話 可能真的市場就撐不住 是啊 這個是要留意 第二就是說 其實現在內地的問題 其實就是 那些政策的位置都是樓市 嗯 因為都沒有一個很確切的方法 去解決這件事 你的事其實不會怎麼樣 比較好 因為這件事真的可能 不影響整個財財效應 這件事 你搞不定 你有沒有一個情況 令大家的心 起碼要定了 覺得是真的 你解決得到的時候 其實你很麻煩 因為這件事牽涉銀行 還有呢 如果你來訪這件事 你可能真的影響很多 衣食住行的東西 嗯 還有看看是甚麼類似 你每次牛市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類似的 是 例如上一個是ATM 是的 如果這次就是看看 有沒有這個類似可以帶動到市場 我覺得沒有 不過 看看第一 疫情 我們和香港這個疫情怎麼搞 第二就是 可能很少 可能有些天馬人是行空的 但我覺得 其實電訊這件事 是真的會很厲害 嗯 因為其實你想一下 其實我們說5G 5G是沒有甚麼特別 令大家的生活改變 是 而這件事我覺得 你之後的時間是有機會 可以有些突破的 因為其實現在你想一下 5G 加上你芯片的技術又越來越厲害 其實這些 現在美國有 叫一些企業不要 有國家安全 你不要輸送一些晶片 一些高技術去中國 是兩回事來的 很久的 全球的其他地方 你美國都可以做得很厲害 因為現在 如果你說大陸的5G發展 全世界 我覺得是全世界 因為我拉路下去 其實拉路下去 你拉到圓圓圓那裡 就是那些東西 其實那些我覺得 那當然有機會是下一回合的 因為你想一下 其實5G這件事 真的沒有發揮那個 就是5G和4G 一力氣嚴格是一樣 同樣東西來的 好像是 但按道理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再下一步 就是那些東西 但是你說現在 什麼時候有一個 是可以真的發出來的 未知 我還在觀察 但現在如果市場 真的由紅轉牛 你又沒有理由叫人 買9次 那這樣 不會 那我看到哪隻 升那麼少了 是啊 但跌的時候 你拿它很舒服 升的時候 你的心就不舒服 別人升那麼多 彈那麼多 是的 但是等了 剛才你說現在 都是看 所以這一回合 我覺得都是當作薄反彈 所以都是先薄反彈 二十大 我們就說 炒什麼來需 炒一些 就是看一下它夠哪一飯 之前就說 之前有些人說的 你要真的夠 要是夠車 要是夠樓 樓 樓就不必夠夠到 車真是爛 今天真是爛 今天真是爛 車是比較OK 今天真的 有一些真的不行 之前你說 如果是買 買三鎖 不買三鎖很久 我說了 不買三鎖 不買三鎖 現在已經轉了太好久 直接 會不會 車你買不買呢 180度已經轉了 都不止了 很久了 而且那些車股 都一向可以 其實都是給壓力 是的 233 375都不行 是的 傳統那些 因為121 你純粹真的 有很多消息 你去買了發展 買車買得好 消量數據 是的 但是為什麼說三鎖 其實三鎖那些 加上零跑那些 我都說長期可以 搓它 如果大陸有夠車 如果大陸有夠車 車會不會比較容易 夠車 他們大陸會不會再搓 對 不是我看很燙 很燙 新鎖的很燙 有一個原因 之前我都和同事分享過 我一直等於零跑上市 為什麼呢 我想看它的數目如何 因為它一不上市 你只可以說它買車買得很好 我經常說 那時它沒有什麼人知道的事 我都說了 七、八月份的時間 它的數目是比 你更加之厲害 所以那一刻開始 我都說了 我很想看它的數目 究竟是 它什麼回籠 或什麼藥 最後等到它上市 本日有本書戶書 本書戶書除了 地關於什麼 你可以知道 就是一個行業的發展 兼且就是公司 什麼料 看完之後 我已經馬上說 等一下大家可以長潑 為什麼呢 我想到這件事 第一 我先去一間公司自己 它其實是私事實上很厲害 它是無虧損的 什麼意思呢 它的營業額 是蓋不到它自己的經營成本 你現在R&D那些東西 已經是很突然的 第二 原來看完招呼書之後 你會發現到原來全個 內地方面 是有70間公司 是用這些新零電車 就是電動車這些 然後你想一下 整個市場 這麼多 差到死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你再想一下 如果假設現在 這麼堅持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它們都已經是 大家是鬥虧錢的 其實它們是不知道它 你媽的衛星都在賺錢的 其實這些市場 你很浪漫的 大家都是一個 好像大家鬥銷的情況之下 你要70間公司去爭 其實有一間公司 比較獨大一點 就比較低的 其他那些小小的那些 其實你怎麼玩 已經很難上到位 可能上到位 還有一個問題 再嚴重一點就是 其實你再想一下 這些公司未來的時間 假設它要改變這個狀況 怎麼改變呢 就是怎樣可能 營運的效益 它不斷地去改善 其他方法就是 你加大產出 例如說 規模效益 你越加 越多的話 有時候不能下降 這個東西是很適合的 但問題是 當你很多間公司 已經上了市 有錢的時間 大家鬥鑽衝 再衍生你的情況出來 就產能角色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想 其實這個車的版塊 大家一起推想它 沒錯 你想不到什麼原因 你要買它們 比阿滴好一點的 至少是它 叫它比較強一點 所以有政客出來 他們的股票還沒炒一炒 那是OK的 到小時候大家 還沒懂得怎樣玩 是的 OK的 今天那個資金流 都沒有什麼人留在車 沒有什麼人留在車 這麼多東西玩 大家就 當然你可能 知道給阿滴了一點點 但不算太多 我覺得集中都是一隻美團 其實初來我以為 騰訊都是人必須的 但是騰訊 都沒有美團那麼多 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是指數 會變得多一點 美團是強一點的 還有它百個百分比 那我都撥它 是啊 對 沒有辦法撥它 對 而且其實 因為車股 比阿滴是今天強的 當然說 一開波成一成 差不多 其他車股都有一些 不行的 真的有 有時候大家都會覺得 可能這個版塊 已經不是之前 大家可以在裡面 很多隻一起玩的版塊 最慘的是 它們的出貨量數字 你真的會看到有分別 你看到小排的 好像真的差 對 所以小排今天就是這樣 真的差 因為逆節都會抜 你說零跑那些 你的賣車是比較強 但又有這個問題 只能覺得還是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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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這些事沒辦法 很難 很嚴重 但是那個focus會在哪裏呢 剛才講到李寧 安達那些升得很厲害 還有人民幣會價 你覺得它會不會說呢 就是維穩要 不會 而且我前途上 我點了再這樣說 其實當大家提起貶的時間 你貶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不會變得太 一次會變得太厲害 所以你點了一句 你要靠出口的時間 你不貶是你笨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不介意貶的 還有那個情況是說 你始終內地的情況 現在跟外面有些不同就是 一個人都在收緊 但你要鬆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你都沒有一個可以頂住它的空間 就是那個幣值的方面 所以它真的不介意 其實沒什麼所謂 只有美國想它變 對呀 因為無所謂 可以的 所以沒所謂 那平保呢 今天平保其實有升得多 因為大家絕望了 它有40元留下不看 我都吃了 很多家庭觀眾可能 我的平保是60多元有的 還是50多元有的 有的家庭觀眾還是9多元繼續拿下來 對呀 那時候紅股嘛 我也說 是呀 紅底股嘛 平保那些人是put 還是怎樣呢 其實就十不雙門平保 平保都放棄了很久 不正常 是的 因為這個問題 你問回平保 它其實 雖然很多隻股份都會跌 但平保的跌是不同的 平保跌下去 它反彈不是很多的 是的 但其他股份 例如你說騰相美團 可能你今天跌30% 你明天反彈30%是絕對有可能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大家的焦點 就是會放在一些 它反彈的機會率高的股份 所以平保就慢一點 但是呢 之前說幾個月前 可能大家都還在買牛證 是牛證 是 個別今天怎樣都across the position 全部的辦法 都會有些人罵學底的 但始終你說內險就真的差一點 會有些人罵的權重1299 1299其實一向都很受歡迎 因為它真的六十多元 我真的沒有見過 我都想買 我那時七十多元 我那時七十多元 我其實走了 然後它這樣滾下去 而且有幫大家經常說 你去澳門開花 那它會直接受惠 所以它相對來說 之前你講的 就算市對得很深 其實它已經相對沒有那麼多 而且那時已經看到有投資者 已經率先開始買一些call 所以反而我覺得今天會走錢 你說敢不敢投資呢 未必敢投資 但是去到這個位置 你說是否拿下去 我覺得這個市有得先吃了 是的 其實我也會這樣 這些才是無謂太多 夜長不多 看美期都在下跌 美期不太多 你二百多點道指 但始終都在回到 你不知道今晚是甚麼 是的 其實今晚有兩樣東西 要留意 第一 剛剛提及到 ETP 第二是油價那樣東西 是 第一個就是要問油 因為油其實今天 不算升得很厲害 都是升3% 所以有些人就在想 會不會追落後 或者會跟隨你 起碼油價這樣彈 你起碼可以跟隨一點 不是 其實中海油 它之前就這樣說 公道點說 它又跌不多 就是之前油價強得好 它又跌得真的跌不下 是 所以今天它又彈得不是很厲害 又合理 但是只不過 你說OPEC Plus 是不是會減二百萬 我其實又沒有信 我其實沒有信 因為二百萬是甚麼概念呢 你當它是全球的油的供應量 百分之二了 你聽到好像沒有很多 但是因為應該 我相信大部分現在這些油 都是供在歐洲的 所以其實 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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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那一堆數 其實我應該扣除 就是俄羅斯那一堆 就是俄羅斯 現在你當每一天 大概好像百多萬 東京海路去歐洲 這樣 那樣的概念 如果真的停了 其實是歐洲的幾個大件事 冬天了 所以其實油價 即使你說有沒有這些消息 也好 當作解釋一百萬共也好 其實油價都很難堆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 這次突然之間 你說去到二百萬 其實我覺得油價 會有機會爆發 也不出奇 因為變成歐洲 那個情況真的大件事 你真的要長 但問題是我常常說的 現在根本上 全球都不夠那些油輪 就是運輸的船 其實現在不夠 所以為什麼幾樣東西 加進去的話 其實都煩 都煩 如果是可以拿久一點的衍生工具 現在也是十元樓下 就是八百三 來到這些位置 是否選牛熊證會比較好 我也覺得 因為牛熊證 如果你說拿久一點 我預理你久的意思 是一個月打後 其實如果你說選一隻卵 就算是貼價卵 就算是長生的 其實時間力選後都會明顯 還有你還要少少貨 其實你問我八百三 我又不覺得它的貨賺得很多 因為其實貨某程度上 第一 就反映本身的證會有幾錯 第二 就是發行商 它有幾大的風險 要貼 然後它預算多少不法給自己 對八百三來說 其實不算太多 所以那個貨賺 其實不算很錯 但是都要留意 如果你解釋第四季 真的靜壓 真的摘福上落 那它難不受影響 所以為什麼我就說 如果一個即市的部署 選擇紅證 還是選擇雷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如果一個中線一個月 甚至是 你說兩三個月 其實你選一隻軟一點的牛證 千萬不要太近 例如10元 你選一隻九個半 那不用了 那放不著 你選一隻九元也放不著 你選一隻八元 八個半 你覺得是 你可能兩三天不看市 理論上都不會跌穿那些位置 但是不代表你不看市 因為都要看市 我記得大家可能喜歡去旅行 就不要說 你先買一次去旅行 千萬不要 因為始終市 都有一些難預測的地方 但你選一個安全一點的水平 其實你現在背負 就不是一個短線的聲浪 反而是一個比較大的 可能兩個月才看到的聲浪 就是這樣做 剛才你說去旅行 我也想說一些旅遊復甦的事情 很多人推了一些 293相關的競爭工具 其實293這些 我們之前都說 百元邊可以留 不太多 293那些有多不多人提 即現在博通關 每天都多 每天都正常 即是每天 不只是今天 大了一些航空股呢 少些 整個市場選擇都少些 我大概上個禮拜 剛巧沒有跟你合過 上個禮拜 就是看一看 全部的窩囊版塊 究竟內地的航空股 和本地航空股等等 或者海底洞等等 這些方面的股份 有沒有特別多的資金流 其實呢 第一就是本身 海底洞和國泰都多些選擇 變成大家要玩的時候 有多些選擇 但是內地航空股可能 你始終都兩三年 這個疫情 變成選擇少些 但剛剛都有些新上市 如果看可以留意一下 是的 105這些都會有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之前玩開的那一隻 你就要看下那個年期 我覺得現在都10月 12月就算短了 1月我就覺得偏短低 這個貼價還可以 如果你在選擇一些價外的選擇 希望鑑一個高的槓桿 可能2、3月左右的到期 我就覺得比較適合 Stanley 呢 Stanley 293 下下來到這些 之前想破9元 樓上可以繼續向上 都是走Range去 死都不肯跟我玩得走 在等待寧嘉寧 他都在等 不是在等什麼 在等這個 現在他說 應該平民都可以 我看到他都寫著 取消閉環式管理 但是現在在等 現在在國泰裏面 因為突然轉 人手緊張 現在他要擴充一下肌肉 請人 請很多 其實你預計 下年真的要收成 只不過你去那間 現在這些位置 有沒有機會再下一些 再存貨買 都是走Range 暫時而已 但是 真的這麼說 其實他的股價 過去一段時間 都已經炒了這些消息 說真的 他已經不是現在一刻炒 都已經炒了一段時間 但是只不過 如果真的到有一刻 真的開始一些事情 真的叫復償 可能他的價錢 才有機會突破 因為你看他都是 我們說債樓只有100元 9元那些位置上 但是他有跌不穿 因為跌不穿有風景 有風景 有風景 你跌下去 他永遠不動那些位置就頂住了 立即即日已經有資金提 是的 但是你說要突破的話 是真的 你的數量 甚至乎你看得到 可能你說 當下個月 下個月公佈 你說今個月的那些 出放的數字 突然看到 哇 爆炸性上升 這些就是 這些有因可以令我降 千萬一爆 不是現在 暫時難一點 沒有啦 今天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又說了第四季 有什麼要留意 今天升成千點 千億成交 看看明天 可不可以保持 我星期一說了一句 雖然不是 什麼 從仰的人說 什麼才說 是啊 但我不是的 從仰是燈高 市場越燈越高 希望 希望 希望的 sentiment可以好一點 這樣就賴了 是不是很爛 好爛 真的好緊要 這個 sentiment 是的 希望的 sentiment 真的可以好一點 大家 起碼肯開股票機 賣一下東西 或者你沽一下東西 都可以 其實你真的 捉一下它 就好很多 大家習慣捉東西 現在就好像很灰 這個方向很不明確 雖然說這一下 暫時都還不是明確 這一下回到千點上來 但說真句 之後問心 你要那些位置追 你覺得那些少許是多少 就是這樣 短期內追 你都在想要哪些股份 是的 是的 所以我不是說 算了 200 但你看看三月那陣 都是第一天 不是人追 三月那陣 他不是早上去 小小隊 跟著然後馬上去 其實那一刻都不見 是下午才有人 即是去到某個聲浪 某個位置 才開始大家追 是的 看看明天的狀況是怎樣 看看可以 起碼搜到今個星期 真的不知道 18點這個位置 搜不搜到今個星期 今天星期三 聽到星期四五 是的 只有兩天 但星期五 我會覺得 星期一就是國粹回來 是 星期五真的有點尷尬 星期五真的 是 看看今晚的ADP出來 什麼 什麼 好 最後都要申報 Mini有沒有持有 上市太陽股份 全部都沒有持有 Stanley呢 我 我都有多 你有嗎 那些太陽股份 你都沒有了 沒有啊 有些匯控 都沒有啊 現在可以起一個床很低 我只有兩隻 差不多要 謝謝兩位 這麼詳細的分析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大家繼續看著這個事 有問題可以在我們YouTube Channel 留言 我們下次的節目再和大家見面 我們下次見